一名头弹鸭舌帽的男子 在银楼里低头挑选饰品 老板娘夫妇细心介绍 突然间男子一把抓起 柜子上的金饰后转头落跑 老板娘赶紧追上去 只是根本追不上年轻强匪 这个时间是10月27号 晚间将近8点钟 地点就在高雄凤山这间银楼 隔着玻璃门回应 感觉得出来老板还心有余悸 今天不开门营业了 而发生抢案的这个区域 是凤山鸡市街 里面好几间的老银楼 这里早上有个小早市 一到晚上大概七点钟 店家几乎都打烊了 选在现场没什么人的时候 来到银楼下手行抢 男子对当地熟门熟路 经钓越监制器 目前已掌握嫌疑人论证 持续扩大钓越周边监制器 警方表示银楼遭抢走 两条金链子跟一纸金戒指 损失约十五万元 而抢匪年约三十岁 身高约一百七十二公分左右 目前已经锁定目标 全面追其中 华氏新闻邱君平 许富杰高雄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